交通部观光局举办旅行台湾看进台湾多元主题摄影比赛 从3000多件的作品当中选出103件精彩作品 并进行全国巡会展出 首站选在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松柏令游客中心 查文化主题馆展出一个月 相当值得民众前往观赏 欣赏蓝头之美 多元摄影展今天是我们首站游客中心的首站的场馆 我们目的是希望在疫情比较舒缓的时候 民众可以走出户外 然后亲自看看这个照片 然后去找这个景点 然后也来拍摄 因为照片上面有很多都是经典的这个秘境 那可以大家来体验 那103张的作品 有三张是我们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辖区 那游客来参观 都会拿到一张问卷 你只要把答案写上去 那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摩采活动 那我们最大奖会送出我们离山宾馆的一个松仁房的住宿券 然后还有40个奖项 那我们欢迎大家来松柏林来玩 先议员莱彦雪表示 这次旅行台湾看见台湾摄影展当中 借由作品可以看见南投县所有的美好 这次展览当中更结合了查文化 相当值得民众前往观赏 由观光部交通局所举办的旅行台湾看见台湾 透过103间的摄影作品展 让我们看见南投县所有的美好 我想镜头会告诉我们 那这一次在我们的松柏林油气中心展出一个月的期间 跟我们的查文化做结合 那么南投县1398挂30代这个地方 有很多漂亮的一个风景 透过我们摄影家的一个镜头 让我们更了解在地的一个文化 跟我们在地的一个产业 也在地的一个风景 能够透过这个平台来呈现 让我们的游客更能够深入了解 所以燕雪相当的一个支持 也邀请我们的乡亲 有空可以走一下我们松柏林的油气中心 而这次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也配合摄影展举办看展抽大奖活动 送出包括黎山宾馆双人住宿券 欧雄联名商品等40多项丰富的奖品 邀请大家来八卦山油气区旅游健看展 看见难得一见的台湾美景 记者邱平俊民间箱采访报道